张丽昂,紫红感情突飞猛进,被三明治女孩叶星辰反馈,我被晾在一边了。 台势,三立周日偶像剧三明治女孩的逆袭由于主要场景拍摄都在台中,今,21日,主要演员张丽昂,叶星辰,紫红,林思宇,宇宙,及张洛提究竟在台中中有百货举办见面会,现场挤爆热情的台中粉丝。 这次主要演员们几乎以台中为家,每天过的生活就是拍戏现场和住所两地跑,张丽昂笑说好像回到学生时代住宿舍的感觉。 而由于演员们朝夕相处,两位大男生似乎特别有话聊,感情也突飞猛进,这却让叶星辰看得极度气呼呼地说,他们俩有时聊天起来不把我放眼里,我好像外人都插不进话,完全被晾在一边。 不像在戏里,叶星辰夹在两男之间左右逢源拥有二色的感觉,紫红笑亏,三明治女孩便边缘人。 张丽昂,紫红哥们感情好是因为包含音乐,俩人有很多共同话题,例如会联手捉弄叶星辰,像张丽昂曾抓了路边的虫子就往叶星辰身上丢,吓得他花容失色,而在一旁的紫红插嘴说随便下随便中,我才不会救叶星辰。 听俩人一搭一唱,叶星辰气地骂张丽昂幼稚。 见面会开场,五位演员一出来粉丝尖叫声不绝于耳,而张丽昂临时被拱青唱片围剧Still Love You,他害羞地拉住紫红深情合唱,被笑是情色和鸣。 他也不忘宣传自己包办三名致女孩的逆袭片头,片尾曲创作,已在二十分之四,五,各数位平台上架。 活动中最经典的游戏是吃近我们的距离,张洛提,宇宙首先是犯嘴对嘴吃一根脆皮酥吃到剩2.5公分,接住指名张丽昂,紫红挑战。 叶星辰说以前一组为标准,起哄至丁两难要吃到小于2.5公分,并且要食指紧扣。 游戏前大家算准张丽昂放不开,果真两人开始吃食,张丽昂竟一直傻笑,没有主动出击,结果紫红出击不意突然大口大口地吃,一秒吞掉整根脆皮酥,双唇还轻轻碰到,张丽昂顿时吓傻。 紫红开玩笑说,我是妙傻,一讲完张丽昂脸上红。 现场粉丝大喊不过瘾要求再一次,第二次由张丽昂当工,纪妙开始他立刻整根吃掉,反让紫红愣住笑说,他太猛了让我完全傻住。 张丽昂得意笑说,张丽昂得意笑说,为了搬回异城我绝地反攻。 叶星辰在旁酸言酸语说,他欲强则抢了。 叶星达 баз来丝共浅殖华。 叶星达在旁酸唇口与华为了搬回异城。 叶星达在旁酸语认恶苗虎隐红处。 亚英灰在区炙intell Frank丽昂不过瘾尼önt语说,